美国内部的报告罕见的对美国军力表示悲观 弥漫着对中国没有办法的气氛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罕见的表达了对美国军力的悲观态度 在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和中国国力进行深入分析之后 该报告开篇就给出了一个判断 中国正在超越美国 他们认为在中美竞争的多个关键领域 中国正逐步超越美国 特别是通过长达20年的重点军事投资 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 该报告警告说如果不采取重大变革 力量平衡将继续向中国倾斜 这份美国报告非常夸张的表示 中国每年的国防支出估计高达 7110亿美元 且在2024年3月宣布将年度国防支出增加7.2% 以此同时俄司也在普京的领导下通过增加国防预算和重组军事力量 寻求恢复其全球领导地位 该报告强调美国公众对于国家面临的潜在危险和准备所需成本的认识严重不足 他们未能充分理解中国的实力及其全球伙伴关系 以及中美之间潜在的冲突 对美国老百姓日常生活可能会受到的影响认识不足 报告呼吁美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美国失去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这份报告通过夸大中国军费开示的方式 给美国的老百姓以及美国国会的议员制造了焦虑 那么美国的专家是否通过此举来争取更多的军费议算呢 如果仔细分析下这个报告的内容 就不能看出美国专家的观点已经出现了几个大的变化 首先报告的语调已以往不同 它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军事预算 而是真正的要唤醒公众意识 认识到美国在军事和战略上正面临着援军的挑战 报告中提到美国在某些关键领域如造船能力 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 第二报告认为以中国的全面战争冲突 将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优势 这是美国首次将中国视为真正的对等对手 报告认为美国公众对于以中国冲突的代价缺乏了解 而美国的精英通过以中国的互动 开始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 第三报告首次直面美国在西太平洋 所面临的军事战略困境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正在削弱 而中国则在加强其军事力量 这种变化展明美国上层已经认识到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 以及这种增长对美国全球战略地位的潜在影响 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军力崛起的深刻担忧 第四 这份报告弥漫着对中国没有办法的气温 也就是说 该报告没有提出真正意义上的解决方案 美国过去发布的报告 往往是讨论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战胜中国 比如通过增加军费 增加军事部署进行威慑 拉拢盟友围堵中国等等 再不行 也会讨论如何以中国管控冲突风险 避免给双方造成更大的损失 而这份报告却只强调了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出现了无法控场的情况 特别是中国军事实力如此强大 而又不轻体战端 还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让美国很难找到削弱中国的契机 第五 该报告突破中国的工业规模 以工业实力已经超越了美国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个国家的强大一定是以工业规模和工业实力为基础的 然后依次是军事实力 科技实力 金融实力 文化影响力 美国现在的强大几乎是建立在没有根基的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后面四个实力过强 而工业实力则严重衰弱 综上所述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的这份报告 揭示了美国在面对中国军事和经济崛起时所面临的战略挑战 而他们又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因此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其全球战略 加强国防投资 并提高公众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同时美国也需要以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合作 以确保他们所说的地区的稳定和全球的和平 美国越是对中国没办法 就越能说明我们走在对的道路上 这一点非常令人欣慰